11月10日下午,有着世界大刀王称号的吉静宇带领他的徒弟来到重庆原博园 在观众面前展示惊心动魄的赤脚携走大刀绝技表演 吉静宇出生于贵州丰陶县,从事苗族绝技表演30多年 20世纪90年代,他独创赤脚携走大刀绝技 成为世界上赤脚携走大刀的第一人,被称为世界大刀王 活动现场,一把长达18米,重2.3吨,与地面倾斜35度的大刀摆放在舞台上 吉静宇和他的徒弟唐宇慧来到刀尖处,用红绸在刀刃上轻轻一划 红绸瞬间整齐断开,随后他把鞋一脱,借助楼梯登上刀尖的位置 吉静宇显得很镇定,轻轻地用脚试了试,然后双脚站到了刀刃上 他小心翼翼地往前走,脚每动一下,都牵动着现场观众的心 在人们的担心中,吉静宇缓缓向前 他赤脚在刀锋上表演正走,倒走,滑走,金鸡独立,打同展翅 头顶倒立等各种惊险动作 整个过程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精湛的表演赢得了台下观众阵阵掌声 我们苗族文化传统,原来有上岛山下河海 原来我们是从上岛山下河海开始的 我是1986年,这个唱剑了持脚携手大道 他的每一次表演都是用生命去完成的 但是呢,我们非常注意尊重自己的生命 所以每一次表演都练合了自己的一切疾病功 吉静宇和他的徒弟唐宇慧表演完赤脚走大刀绝技后 众多观众走上舞台,围在大刀周围 纷纷用手感受了一下大刀刀刃的锋利程度 当他们触摸到锋利的刀刃后 纷纷对吉静宇和他徒弟的绝技表演表示赞叹 特别的震撼,真的特别的震撼 刚才我专门看了一下他那个刀刃 我特别薄了一个刀刃 然后两个人都光着脚往上面走 真的,当时心里面都提着一股气啊 吉静宇表示他在赤脚携走大刀绝技表演生涯力 先后走过6米,12米,18米长的大刀 但他不会停下脚步 他还想挑战赤脚携走更长的大刀 目前吉静宇在他的家乡贵州丰陶县 打造了一把长100米重18吨的锯刀 他想把这把100米长的锯刀 搬到长城和黄河湖口 在那里挑战赤脚携走100米锯刀 好好的培养途机能完成我的梦想 当然我也想趁在两年还年轻 也想找机会去挑战一下黄河湖口 但是现在呢正在老师 也正在采发当中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